画面现场是南港东民轻盈就业服务站 有十二锅 天好运等知名的餐饮业者 开出多项职缺 现场真才 直接与求职者进行面试 餐饮业指出边境即将解封 产业需求人力大增 各家积极应征抢人 国境要开放了嘛 那代表国外的观光客越来越多 会来台湾做旅游 那餐饮业的话当然观光客也很重要 在一些比如说永康街的商圈啊 或是桂林那边的西门町附近 都很多观光客 所以我们的餐饮业的人才需求就越来越多 那也是因为刚好这个时候 大家台湾也逐渐解封 大家也开始出来找工作 那现在的招募进来的人才 也会选择性比较多 那我们未来在我们培养 未来我们的公司的一些职位啊 还是一些干部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趁现在也是多来找点人 然后期望我们的餐饮业可以越来越发展 我们的我们当然我们寻找的除了计时之外 也有一些干部啊 或是一些电经理都会有 各个阶层都有 因为目前餐饮业还是需要持续展店嘛 那展店的话就会有很多主管的职缺出来 那我们要从慢慢的先进来这边先适应 从干部慢慢的培养到电经理 然后一起为就是接下来开放国境之后 人越来越多 我们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目前我们其实都是可以来试试看 未来一定是台湾会越来越老龄化嘛 那我相信除了应征 影法族的员工之外 我们的工作环境要有一个友善的环境 跟氛围 他才有办法进来这边工作 这次一连串的配套是我们也有在发展的地方 因为他们来工作也要安心嘛 因为毕竟说真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可能没办法像年轻人那样子的这么的快 但是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代课之道 那些一定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对象 也可以让整个氛围更加和善 而且是台湾外的趋势 因为我本身很爱吃火锅 全家人都爱吃锅 所以说因为我本身之前有做过餐饮的工作 十几年我在斯卡拉克在做他中央厨房 所以说今天想要再来挑战看看这样 因应各产业需要大量人才 即日起至9月30号这一周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各就业服务站 举办现场真才活动 共提供748个工作机会 前三名为网品餐饮集团132名 光宝科技121名 摩斯汉堡60名 因为现在疫情的趋缓 边境即将解封 所以外来的人口会逐渐的进入国内 所以观光客也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各地 所以说各个产业 它的能力需求也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很多产业都有求财的需求 所以也通过我们就会服务站的方式提供了各自各样的求财的服务 那我们台北市就会服务处在各地的就会服务站提供了各类的真才活动 那目前有700多个职缺 那其中有住宿餐饮的职缺有多达500多个 占了七成以上 那欢迎民众有需求的来各地服务站 可以来做求职的服务 参加现场真才的厂商与民众 也称赞就业服务站的环境与服务相当好 提供舒适的求职求财空间 因为他们就业服务站台北市有很多地方都有 蒙甲也有然后南港也有 这样子对于应该是说找工作的民众也很方便 他会到因为资讯集中 然后大家来这边就会有很多职缺可以选择 然后他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 可以提供给一个面试者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做面谈 然后做个应征 然后确认一下我们的公司的 比如说制度您喜不喜欢 要不要来这边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空间 我们也很感谢就服务站提供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空间 一个独立的 然后又很舒适 让求职者也会比较安心的来面试 以前我都是找就是拿报纸 这边一直翻一直翻 这样一直翻 好像觉得没有一个目标 那现在这样 他就有分点像今天就是跟餐饮有关系的 那我知道就是说 今天有一个厨房的工作 有一个方向 才不会像以前报纸一直盲目 一直找一直找这样子 我们相关的就业的资讯 民众都可以到台湾就业通的网站 或是劳动局的网页 以及那个劳动局的 劳动台北的FB网页 可以下旬到相关的资讯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指出 现场真才活动 9月28号在西门救福站 9月29号在信义 蒙甲 景美 南港东民救福站 9月30号在西门救福站举办 时间都在下午2点到4点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或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 了解更多的就业资讯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讯